大家好 我是五神王帥 先說微快 影片要看到最後 因為這一支影片要送東西給大家喔 夏日出遊 必備用品以及如何擠行李教學 對 今天就是要化身整理魔法師 身為旅遊影片創作者 很常出遊拍片 已經練就了一生可以出發前一天 晚上才趕快整理行李的功夫 而今天人設就涉及在 夏日要準備出遊的陽光少年 以自身的角色來去教大家 如何準備出你必備的旅行用品 以及把這些旅遊用品擠在一個行李裡面 那教學開始囉 一開始呢 我們要分為四大類 一大類是包包類 第二大類是衣物類 第三大類是生活用品類 第四大類是3C類 假設你是要去兩天一夜 三天兩夜 四天三夜的話 準備兩套出遊夏日衣服 一套睡覺的衣服 以及一件駁外套 駁外套最好是可以有 放紫外線 防潑水 還有防風的功能 做大眾交通工具 或者是租機車啊 會冷 會熱都可以用的一個多功能的外套 這個是衣物類 那再來的話是生活用品類 可以必備一個裝臭衣服的漱口袋 水壺嘛 裝水盒 比較重的行李放在飯店或是民宿的話 可以隨時外出準備用的一個小包包 或是小亭袋 準備一個盥洗用具包 裡面就是塞全部的盥洗用具 基本的毛巾 洗面乳 三合一的洗澡的沐浴品 化妝水 就帶一個化妝水就好男生嘛 以輕便為主 基本的可能你受傷的消炎藥膏 OKBON 健康食品還有臨時感冒發燒的一些藥品 再來就是隱形眼鏡跟眼鏡等等的 我會放在這個盥洗包裡面 三系列的話 因為本身是影片創作者 所以我一定會帶筆電 但是我主要推薦就是大家可以準備一個隨身收納包 它可以裝你很多小小的那種3系的商品 譬如說行動電源啊 耳機啊 電源線啊 豆腐頭啊 如果你有拍照的話可以放電池啊 記憶卡 這種小小的東西 你都可以截在這個隨身包裡面 那另外我是要推薦這個 如果你到民宿或是飯店只有一兩個插座的話 沒辦法很多插座 從那一帶這種方塊的延長線 它還有USB還有插座的插孔 非常的省空間 因為像我就是影片創作者 要帶筆電或是很多相機充電什麼什麼的 我一定會遇到插頭不夠的問題 所以我一定要帶這個 除了隨身收納包之外 如果我們沒有使用到筆電 或者是更多的電源線的東西的話 其實其他的東西是可以自由選擇的 最後最後呢 一定要具備防水又容易清潔的包包 因為在外的話像我就是可能會上傘下海 壁清潔防水的包包是我的手選 大概就是一定要容量大的可以這麼大的 有沒有 這個包包呢 是來自瑞品Gasthan Luna的一款包包 還有北歐的簡約風 時尚又好看又蠻實用的 這一款包包叫做 Ruland經典黑的款式 現在呢 就是要把這些東西全部都塞塞進去 看我怎麼塞 首先呢我先塞硬的東西 因為軟的東西的話 如果你最後塞不下來的話 軟的東西會比較容易塞進去 第一個我就會先放電腦 這個包包有專門的筆電層 它可以放最多是16吋的筆電 這個是13吋的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壓放進去的OEM 它另外一邊附有貴重物品的加成 這個貴重物品的加成 例如說你出國在外 可以放護照 再來我會放水壺 水壺 再來呢 衣物都放進去 因為衣物是 最後回到飯店 然後才會拿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都會放在最底層 衣服呢其實 沒有準備襪子跟內褲 襪子跟內褲 如果你去很多天 需要很多件的話 它會造成 災情禮的麻煩 所以我就 出去的時候就不穿內褲 跟不穿襪子 衣服和褲子就是折好好的 都會準備兩套 如果你去很多天的話 其實也不用擔心 兩套就很夠了 再加上本身 你自己穿就 就三套了 如果不夠穿 你就去外面自助洗衣店洗 也都OK 外套的話 因為你在大眾交通工具上面的話 可能要容易取拿 所以這個放上層的地方 外套你就可以挑這種 有這種小包包可以直接 擠在一個包包收納 就不會在包包裡面 整個這樣彈開 亂七八糟的感覺 再來呢 你就可以放 生活用品類的東西 盥洗包啊 袋子 再來就是 3C用品類的 線啊 行動電源這種東西啊 還有耳機啊 你可能常常會拿去 所以就放在最上 然後再來外套 相機呢 因為我是常常拿購物拍嘛 所以我就會選用這種 夾子的 就不用放進去了 直接夾在包包外面 上面 會有一個拉鍊 就可以這樣拉起來 完全密封 不用擔心它 下雨偏會 滲水進去的問題 呀 很帥有沒有 它這個是用扣子的 依照你的容量去調整 它扣子的 範圍 然後你的GoPro就可以夾在袋子上 最後最後啊 不建議準備長夾的錢包 你就帶這種小的零錢包就可以了 那這個也是 Gasen Luna 它出的小款的配件 它其實不僅限於是零錢包的概念 屬於配件來 但是我就把它當作是零錢包 裡面啊 就可以放零錢啦 然後基本的證件 就是你的雙證件嘛 那駕照可能要主持好用 再來就是你只要準備一張信用卡 跟一張提款卡就可以了 就可能零錢需要 跟最常用的信用卡 跟你們說 旅行的行李最重要就是 不要帶太多東西 在盡可能的情況下 濃縮出你必備的東西再帶出去 剩下其實就 有缺什麼很簡單 準備錢包 把裡面的錢 拿出來去買就可以了 有需要的時候再買 好 我們已經打包好了 那這個零錢包 其實它有這個扣子 你可以選擇一個地方扣 有沒有 只是先扣給大家看 如果錢包放在外面的話 其實蠻危險的 就可能放在口袋或身子 有沒有 東西都放在裡面了 只要一個包包就可以出門了 如果夏天的話 要出門就準備 這種水露涼用的涼血 最方便 你就不用戴襪子 省下洗襪子 然後臭味在包包內的麻煩 那你也不用戴拖鞋啊 或什麼 又要佔一個空間 夏天要去 譬如說登山步道 或者是玩水的地方 都非常的適用 再來就是我會搭配一個伸縮的識別證 這樣子的話 你要BAL卡 或者是刷卡的話 就不用匆匆忙忙在拖下包包裡面 再找錢包出來付錢 或是什麼的 一定會用到信用卡 放零錢在裡面 好了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這個整理魔法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你喜歡 最最大的重點就是 我今天要送這個 Gaston Luna的 就跟我一模一樣的 配件零錢包 好不好 就一位 抽獎方法呢 就在影片資訊欄裡面 快點去抽獎 跟你的朋友說 看看這支影片抽獎好不好 趕快抽起來 掰掰 最後拜託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叮叮叮叮叮叮叮